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六 来到了老李家的后院 在竹林里边 劳动呢 给你们挖猪笋呢 洪宽的粉丝啊 赶快赶快跟我联系啊 现在是大丰收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都能满足啊 现在过几天就很难说了 这个这是原产地啊 这是原产地 竹林 非常的凉快 今天突然 这个进入盛夏了 非常非常的热 给大家来一个360度 感受一下这个凉爽啊 我这块地周围的土地啊 都已经开发了 啊 这个 我这是成了一块 新房子当中的夹着这么一块 绿洲啊 有那么 有多大 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很多人问我呀 怎么看宝胜讲钱这个事 宝胜呢 他说他拿了两万多 文贵是撒了个谎 说给他至少汇了有九笔款 文贵故意说这种模糊话 九笔款不告诉你多少数 可能一次十块钱的九笔也就是九十块嘛 这是文贵这个大忽悠的这个特长啊 当然文贵对付这个宝胜也也是正好 因为宝胜也不老实 宝胜也是一个人格极其卑劣的一个人 他用文贵的话讲 为了钱 他千娘老子都可以出卖 他的恩人都可以出卖 宝胜就是新约 圣经新约里 那个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 为了三十六块银子 把这个耶稣给出卖了 宝胜就是这么一个人 宝胜对我的构陷 包括年初的时候 跟赵岩做节目啊 找到这个皮特时的老婆 Iris江 说我他妈的 趁着人家两地分居 给人家老婆打电话 搞生这个狗日子啊 是个一定要下地狱的啊 所以现在让那个文贵修理修理 也好啊 这等于文贵给我报仇了 宝胜跟赵岩 这是两个人渣当中的人渣 谁沾上他啊 以后肯定会被他们所害 所以宝胜跟这个 宝胜赵岩 跟这郭文贵 这三哥仨一块玩啊 那是一路货色 人格的卑劣程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所以这个 那个你 我看了这个宝胜解释他 在这个福吉尼亚买了房 四十九万的房 说这个说他怎么这卖了南方的房子到这来 交了百分之十的当朋友就把房子买来了 这个呀对于搞房地产的人 华盛帝这边这个一听就是谎话 我干了二将近二十年的房地产 因为宝胜的收入 不可能到任何一家银行能贷到款 就是他贷不到款 宝胜一定是得到了一笔神秘的资金 把这个用开始买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解释 所以宝胜在撒谎 但是撒谎的人啊 往往他撒了一个谎的后面要不断的用其他的新的谎言来掩盖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了 他到纽约去 他跟赵岩一块去出差 是替文贵出差 实际上就是找到这个叶宁 让叶宁提供西诺 所谓威胁妇女的证据 这个找到了麻永田 鼓动麻永田 去控告李伟东 李伟东做手术的时候全身麻醉 那个鸡巴根本动不了 那个那个生殖器那个完全固定住 而且是重病房 就算真的麻永田去照顾他 那根本就不可能 有这个猥胁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赵岩这个狗日子呢 把这个情报卖给了 郭文贵 郭文贵这个狗日子呢 出于诋毁人的动机 就诋毁了李伟东 那么下一步 跟李洪宽翻脸之后呢 这个赵岩和保胜这俩狗日子 想赠这个赏钱啊 就去到纽约找西诺的所谓的仇家 找李洪宽的仇家 找那个李伟东的仇家 中金啊 郭文贵给他出彩旅费 大家看到了吗 保胜这狗日子 自己承认了 一天两百块钱的补贴 所以这都是罪人 这都是罪恶之徒 这些家伙们一定要下地狱 所以大家记住啊 不值得可怜这些人 那么文贵现在跟他们要收据 要收据是干什么呢 要收据就是一转身到那个税务局去告他们啊 告他们偷税漏税啊 假如说啊 现在保胜连魏京生 这个收了光贵的钱也也咬出来了啊 还是用文贵的说 说香港的那个基金的办公室被查收了之后 怎么报出这么多人的这个收款的这个凭证 怎么单独没有提魏京生的 说明人家专案组爱护魏京生吧 那保胜这个狗日子特意把这事点出来 阴险啊 老魏有的时候啊 去年还糊涂 还把保胜当朋友看 还有的是把赵岩当朋友看 就是老了 糊涂了 所以大家呢 我个人觉得啊 因为老魏实际上在 去年四月初的时候风尘仆仆 六七岁一老头子啊 带着黄自平去欧洲啊 长途跋涉 去做那种艰难的游说啊 就是去抗议国际行政组织啊 不能够给郭文贵发这个红通这个事儿 拿回一万块钱的回报来 这是他的刑事原则 你看看这些铁杆挺过的 保胜啊 潘秦啊 什么向林啊 什么袁红冰啊 什么赖建平啊 这些人过去啊 羞羞答答的都不承认 赖建平我几次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拿郭文贵的钱 有没有拿狗粮 他他们的绕了一大圈弯 他也不敢说 就是他们这个人格卑劣 没有那种一种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的一个 最基本的这个性格 就说拿就是拿了 拿了就给他干活嘛 那我承认啊 那那赖建平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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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 不敢说 现在人家文贵 追着跟他要这个收据了 你赖建平还是人吗 你想想 你的人格何在 所以说这最后丢人的 还都是你们 你玩不过那个郭文贵 所以拿郭文贵的钱呢 是一个高技术活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这是一个教训 我们就看下边这些 剩下的这几个 还粘在这儿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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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招明啊 什么 什么秋月手啊 什么Sara啊 什么悟婷啊 这些装老娘 装老娘妇女啊 他们 咱是不是拿钱 咱不知道 也许是精神上的追求 这些 我现在回头呢 要讲一下这个自媒体的事 曹成庆先生 前两天 又高调挺郭 说了四大理由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郭文贵相当的爆料 爆料也好 爆料革命也好啊 繁荣了海外的自媒体市场 一下冒出这么多自媒体人 都在这个骂共产党 支持文贵 也有这个纯粹挺郭的 也有半挺郭 半反共的 也有纯粹反共的 这个现象呢 貌似有一定道理 但是 这个曹长青啊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二三十年 也算一个老资格了 说出这个话来就是有偏心了 这就叫拉偏价 他没有搞明白 一个新闻媒体 他的这个公正性 客观性 中立 非常重要 那么 郭文贵催生出来的这些自媒体 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及格 全部都不及格 啊 那个像宝胜啊 赵妍 这俩狗人的视频 天天诽谤人造谣 魏文贵打击敌人 魏文贵 啊 拉仇恨啊 诽谤夏夜良 诽谤我 诽谤了李伟东 诽谤了八大伟类 这些人很多人过去都是他的恩人 都帮助过他 啊 最起码啊 表面还是你的同道吧 为了舔过啊 无原则的啊 出卖良心啊 然后这个颠倒黑白啊 这个这样的媒体啊 是一种灾难啊 他等于是混淆了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啊 这个当然跌交的在这摔跟头的啊 这个就是明镜啊 第一个摔跟头的明镜摔了跟头呢 之后呢 他到现在都不承认啊 都不承认拿了官贵的钱啊 还说没拿钱没拿钱啊 虽然香港的那个收据上说 啊 反正是拿了啊 也有说65万的反正不同 肯定是拿钱了 那么不拿钱 像明镜这样的媒体不拿钱的话呢 就相当于这个妓女卖银不收费啊 那那那那那图个什么呀 对吧 可是话说回来 你要是妓女卖了银 你明码标价呀 你可以标上啊 纽约时报也可以登整版的广告啊 歌颂中国共产党啊 知道吧 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下边的时段 是官贵先生赞助的 是官贵资助的 或者说官贵出钱买的广告时段 这个听众 可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判断 问题是 你不标上这是一个paid advertisement 你不说这是广告 大家以为就是你一个明镜一个所谓的啊 貌似中立的就是你和平自己啊 喊了好多好多年了啊 我既不是民运也不是共产党我是中立的 你用这种中立骗人啊 这个就是犯罪了啊 这个在美国就已经犯法了啊 因为你登了广告 你不说是广告啊 你欺骗你的读者 这在美国已经构成犯罪啊 明镜在这方面啊 这个栽的跟头是最惨的 到现在明镜也不敢澄清啊 到底是有没有收人的钱 你播出来的那些 让谣言先行 郭文贵直播那些爆料 到底是你啊 你是卖的广告 还是你播出去的新闻啊 显然啊 美国之音的这个这个工作人员 像龚小夏东方这些人都认为是新闻 认为这是个新闻大料啊 龚压甚至说 我要是追踪这个爆这个东西 我可以得个新闻奖 普利特奖 你想又知道什么地度 这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 当然了不是哈佛大学新闻学院啊 是哈佛学院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啊 这个他研究什么咱也咱也不知道 反正你给哈佛丢人吧 你给哈佛博士这个头衔丢人吧 所以说这个搞得现在美国之音啊 这个到现在都没法截这个案 到底这个断坡门啊 让这个中共的自干特 捣毁了美国之音的这个声誉 这个东西的性质是什么 怎么向美国纳署人交代啊 这些美国之音的中高层领导 现在都都当了缩头乌龟 都不愿意承担责任 就表现了一个民主制度之下 一个机构的运行 如果他的人员的素质太差的话 啊 那就是会出现灾难实际的后果 美国之音现在就是命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回到说这个自媒体啊 自媒体人 如果你真的拿了光贵的钱 那你你又不说啊 你貌似中立啊 你好像说代表14亿人说话 你这不是欺骗吗啊 所以说这种自媒体的繁荣 他必定是对于良知的一种伤害 就因为背后 郭文贵的目的 他很简单 他是一个邪恶的目的 是个人的目的 他个人的目的 很多时候 比如他用共用习过期条啊 他和14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相违背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 没有民主的法治 没有民主的人权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单独讲法治 如果说没有民意 那习近平可以随便立任何法 咱们中国清朝末年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当时是法家的法治 什么基本法律多的是啊 你比如讲啊 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个事件 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法律 如果朝廷派你去一个地方去报道 在比如说30天之内 你走到那个地方去报道 去戍边 你到感到大雨了 那下大雨大泽乡下大雨 陈胜吴广一算到不了啊 我们就现在不停步走也到不了啊 那怎么办呢 迟到了砍头 那我们就干脆 因为那法律就是这么严的法律 那我们就不去了嘛 法律是极其不合理的 秦朝那样的法律 那也是法治 非常严格 执行起来那是不要命 亲戚都不行 都得砍头 说砍头就得砍头 这样的法治 他是违背人权的 是反民意的 没有民主授权的 没有经过民意代表投票表决的 是一种奴隶主的意志 是习近平现在个人的意志 习近平现在一说 卧槽 他当官的 你孙政禅 我就看着你不顺眼 拿下 一藏就有问题 无期徒刑 就摆在面前 每一个贪官 都面临着这样的命运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制度 造成的 你不能说中国没有法治 他有法治 只是说他这个法治呢 他所依据的法 都是恶法 都是没有民意基础的法 这样的法呢 还不是没有好 没有的话 你像孙政才现在的话 他还可以上诉一下 也许 时来运转啊 习近平哪天一高兴 孙政才这个人也不错嘛 过去舔局舔的 我也挺舒服的 想起来的好了的 想起来 改判十年 那有可能啊 人质嘛 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呢 中国慢慢走上了 秦朝末年那个 邪恶的法治之路 现在官贵天天叫嚣 就是这种非常愚昧的 奴隶主事的 所谓法治 所谓喜马拉雅 他不敢说 官贵这个狗日 你不敢说 他那个喜马拉雅 和人民的选票 是什么关系 知道吗 所以说中国要想真正解决 社会制度问题 必须要解决 共产党的问题 把共产党推翻了 把共产党 凌驾于 中国宪法之上的 这个地位 给它彻底消灭掉 把共产党最大恶极的 这些贪官污吏 手上沾满了血的 人抓起来 审判 该坐牢坐牢 该枪毙枪毙 然后 全国成立 我们的三千个县委书记 在各个县里边 推举出当地有迷惘的代表 每一个省在开会 开一个人民代表大会 选是不是 三东省最后选出 五十个议员 全国的议员 到北京 到 那个时候也不一定是北京了 是新的首都 到首都去开会 那么全国就搞成一个联邦制的 宪政民主的 这么一个宪法 确立了之后 一切照着宪法办事 那么宪法规定呢 要非常清楚 什么人 偷了多少钱枪毙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所以说 郭文贵这个狗日子 就是一个大忽悠 大骗子 说了他妈 喜马拉雅 只能骗那小蚂蚁 只能骗他妈家庭妇 只能骗那些傻逼 觉得喜马拉雅 我操 搞正式能用 喜马拉雅的 喜马拉雅那个地方 他妈一个大山脉 好几个山峰 我操 你到底是上猪木狼骂风 你也是上另外一风 所以这个 所有的现在这些 郭腰粉 还迷信郭文贵的 要不就是 贪着郭文贵那点钱 要不就是一银 有些中年妇女 老公不满意 郭教主好 做梦当时 搂着郭教主睡觉 听着郭教主的视频 睡觉 是这么一个邪恶的 一个愚昧的现象 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是不用脑子思考 非理性 不讲理 就跟他妈的红卫兵一样 他觉得他有打人 骂人 侮辱人 羞辱人 诽谤人的权利 和这个再往前推 1919年 五四运动那些学生 也是一些帮傻逼 一样 他觉得因为我爱国 所以我可以把你楼给你点了 我可以把你家人抓起来打一顿 狗日的他们五四运动 被共产党捧为正面的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 还觉得五四特伟大 什么又是科学 又是民主 又是新文化 全扯极 就是一帮愚民的盲动 五四运动是极其邪恶的 这个毛病到现在还改不了 就是 五四运动也不是本源 再往前推 往上一代人 就是义和团 是三东河北之力 一代的农民 进了北京 就觉得获得了上天给我的权利 就跟公共说 上天给我送了一个礼物 我见了洋人 杀洋人 见了新教的 杀新教的 这都是中国 中华民族当中 愚昧反动 邪恶势力的代表 这个东西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 绝大到数脑袋当中 也是不清楚的 他没有达到血管中西 他看一点西方的文献 他只了解一个皮毛 有的皮毛也不了解 你像毛泽东一辈子 没读懂过资本论 他读不懂 他脑子不够 他只读资质通鉴 这些东西 曾文正家书 这是他能读懂的 真正说西方的 就是马克思也读不懂 其他的更先进的 那个像什么罗素 他更读不懂了 他更读不懂了 所以他就是一知半解的一些东西 在中国搞出这么一个 极其变态的一个社会制度 那最后当然是 学的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在西方文化当中 是一个不路流的一个 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实际上在西方的主流的文明当中 一直是不把苏联这个东西当正统 就是觉得旁门左道 中国现在就是把他当正统 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郭文贵 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 走上民主道路 他现在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 他的政批 有可能遇到了灾难性的一个障碍 那他可能过不去 过不去呢 他现在就开始胡乱造谣 说自己是美国公民 很多郭腰粉真信美国公民 我这说一下啊 有挺郭的人问我 可不可以买我的竹笋 可以买 但是呢 你得保证 你别他妈把我地址卖给郭文贵 知道吧 你如果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客户也可以 这个还得讲一个常识 在正常的商业社会 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制度里 法律是保证 法律是保证 这个同所无期 不能够因为你的客户 政治观点不一样 你就拒绝销售给他 这个是不允许的 像在中国有些傻逼啊 什么牛肉面 共产党员折半 或者日本人不卖 这全是不对的 全是错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挺郭的 还是砸郭的 你用的美元都是富兰克林嘛 都是一样的吧 这个是法律必须的这么规定 所以说 有挺郭的 那些极端挺郭的 你就不要买我的了 我都不愿意给你们打交道 我还得给 只是说一般的 你觉得挺郭 一般挺郭 良性挺郭的 可以接受 可以买 行 差不多了 还是热 这个株林里面 我这一讲话一激动 就出汗 我得去 凉块凉块去了 再看一下 大家看有些大树墩子 这大树桩子是我买这块地的时候呢 全是杂树 各种各样的树 树一点用处都没有 后来我把这树慢慢的都给它弄死 然后锯掉烧掉 清理出来 然后同时种上竹子 当然这竹子本身呢 也把大树给靠死了 因为这个竹子根呢 把营养全吸走了 树就没营养了 矮点的树就被竹林给淹没了 所以这个 这块地呢 现在全部都是竹林 每年产 今年大概估计可能能上万斤了 差不多 前两年是五千到八千斤竹损 这是我一笔收入 二十多年的投资 辛苦 劳动 终于形成了一片竹园 这是朋友们来到这一看 都觉得交口称赞啊 如果你有点闲钱啊 可以考虑买点地啊 我要一直鼓励我的朋友们买地 需要种竹子找我 我是卖竹子大户 可以给你们种上竹子 像这么 当然这个主要客户都是一些新开发的房子 新盖的房子 因为现在新盖的房子啊 他们一般没有像我们站这么大的地了 带的地很小 带个半目地啊 一目地的 那么邻居之间呢 房子之间很近 很多人希望呢 像我这样啊 制造一种虚假的啊 这个很大的感觉 哎 感觉一片竹林后边看不过了 其实竹林后边没几米 就是另外的房子 那么他希望有个竹林啊 盖住啊 给自己这个 一个一个 一个幻觉 那么他想呢 他等不了二十年呢 那我们就只好请人把这个大竹子挖出来 搬上卡车运过去 我做这个工程啊 比如说一百米的一条 一百尺吧 我是五十块钱一尺 你算一下 如果你跟你邻居之前这个边界 是一百个英尺的话呢 这是个五千块钱的一个项目 我可以坐着啊 一两天之内把这竹子 这么大的竹子给你种上 包活啊 lifetime warranty 就是这个我种的竹子 随时死了 随时找我给你换 给你补补上 所以这个是在华盛顿 马里兰 弗吉尼亚 甚至这个宾州 纽约 约都有我的客户 这个 可以说在这个东海岸一走啊 想去看我的竹子是比较容易的 好多地方都有我的竹子 都是我的客户 都长得很好 长得非常好 有需要这样的项目的 可以找我啊 这个是十多年的经验 包活 非常成功 非常好 因为你这个 比如说一百尺的这个 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边界 你看我待会可以让大家看看 你比如说你用塑料的啊 或者是用那个铝的 金属的 也得这个加 而且那个是人工的嘛 一看就是一种人工的效果 那这个呢 就是一种自然的天然的美 而且是中国文化 这种意义 美国人讲这个是亚洲的风味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风味 咱们中国文明 我过去讲过啊 这个古罗马古希腊 他们那个地方的文明 还有这个中东这边啊 伊拉克这边 这边的文明呢 因为它留下来的建筑 这个文明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就是村落 就是城市 它留下来的建筑呢 都是用无机物盖的 就是大理石 岩石啊 这个东西几千年坏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历史的遗迹 这就是文明的起源 但是咱们中国不是这样 咱们中国啊 这个文明这个词啊 不大用的 过于历史上用的不多 咱们是用的是文化 这个话呢 这个文呢 首先这个文是啥意思啊 这个文 就是在有机物上 主要是在有机物上 划了一些 就是刻了一些字 你比如讲 看看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竹子啊 是带一粒黄的 看到吗 这是黄的 文 文禄的意思 文化的文 文明的文 咱们中国人讲文 这就是文 看到吗 当然是人工刻上去的 你比如讲啊 刻的材质 包括主要是竹子 咱们现在能找到的 这个重要的历史点击 找到了这个竹简 就算差不多找到根了 再往前 竹简之前的那些文明的记录 早就氧化了 找不到了 所以竹简 竹子是承载中华文明早期 就是华夏文明的 最重要的一个材质 你可想而知竹子 对于中国人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了 还有甲骨文 甲骨文是在那个王八盖子 就是那个甲鱼的盖子 那王八盖子 那个用火烤一烤 列了个文 甲骨文 这就是请那个巫师读一读 我打仗 这个吉利不吉利 巫师说可以打 那咱出兵吧 巫师说不可以打 不吉利 那就那就不能去 这就是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早期 这些东西的载体啊 因为都是有机物 有机化学 学得好的同学都知道 有机物是保留不了多久的 会氧化 会腐烂 和这个 他们 他们欧洲文明的起源 他在 他在岩石上 那不一样 他岩石他几万年都坏不了 咱们中华文明 早期的文明的创造 都是在有机物上 包括在竹简上 包括在这个乌龟的壳上 多了 所以说中华文明跟华夏文明 不能说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 我们的早期也很丰富 只是说 我们现在找不到食物 按照西方人的这种考古的标准 我们拿不出食物了 没法证明 夏商周 夏在哪里 商在哪里 很难证明了 因为那些载体都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当时的载体 主要还不是无机物 不能长久保存 所以不要妄子匪薄 不要说我们这个中华文明 只有三千五百年 你觉得很自卑 没什么自卑的 都是人 其实差不来 话说后来 其实往前退 一百五十年前 一百五十年前 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和咱们中国大清朝 那个是老百姓生活水平 也差不了多少 劳动都是非常辛苦的 工具都非常严实 那个现代化的柴油机 还没普及开 那个时候的火枪 南北战争的时候 火枪已经用上了 咱们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 美国的内战 那个火枪 你现在到那个博物馆看上去 在GETIS博物馆有一个博物馆 火枪和炮 都非常原始 美国用 美国主要用那个打的 打的那场战争 可是在同一时间 太平天国 曾国藩灭太平天国的时候 后来也用了洋枪洋炮了 当然是雇佣军 雇的美国的一些三兵游泳 用他们的枪 用他们的人马 最后把这个太平天国给剿灭 否则 咱们中国有可能成了一个 虚伪的基督教的国家 因为这个洪有权 这个老兄 他还在基督教 他是耶稣的哥 他是耶稣的哥 耶稣的弟 还是 反正是 他是上帝的 他也是上帝的儿子 他搞出一个 如果他是把蜻蜓推翻了 或者一长江割据 他能搞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还真是很奇怪 据说那些人呢 也是照着摩西的实践 来办事的 也是有清教徒的这个意思 也有 所以洪又权搞成了太平天国 和毛泽东搞成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是不是有可比性 不好说 这是历史的遗憾了 我们只能幻想了 好吧 谢谢 再见 再见